所有初選參選人之文選品 包含看板、車輛、平面文宣、網路文宣、電視文宣等 不得使用選對會所有成員之相片 所有初選參選人不得透過任何方式公開宣稱 上述選對會任意成員表示支持或唯一支持特定初選的參選人 會中通過2022年直轄市長暨縣市長初選民調問卷格式 及2022年直轄市議員初選民調問卷格式 會中也通過提請任命2022年直轄市長暨縣市長 直轄市議員初選民意調查委員會委員 成員名單如下 林錫耀秘書長 王智勝教授 林宗鴻教授 李宝文教授 以及羅成宗教授 令會中通過2022直轄市議員提名初選選務工作日程 及2022年屏東縣長提名初選選務工作日程 近日中常會已經通過初選選務實成表 宣示本黨正式進入初選階段 民進黨是一個民主政黨 維護初選的公平性 是民進黨團結及持續壯大的基礎 2022年選舉對策委員會 由主席蔡英文擔任召集人外 成員還包括 副總統 賴清德 行政院長 蘇貞昌 民進黨立院黨團總召 柯建民 桃園市長 鄭文燦 高雄市長 陳其邁 交通部前部長林佳龍 新境界智庫副董事長 洪耀福 民主進步黨秘書長林喜耀 各個都是民進黨的公共財 他們的聲望也是本黨最珍貴的資產 選隊會對於投入黨內的初選規定 進行君子之爭 努力爭取人民的支持 選隊會不會針對特定初選參選人表態支持 藉以維護民進黨初選之公平性 民進黨中央黨部公告以下幾點原則 要求所有初選參選同志確實遵守 第一 自即日起 所有初選參選人之文選品 包含看板 車輛 平面文宣 網路文宣 電視文宣等 不得使用選隊會所有成員之相片 第二 自即日起 所有初選參選人不得透過任何方式公開宣稱 上述選隊會任意成員表示支持 或唯一支持特定初選的參選人 任何初選參選人違反上述規定之一 進選舉後 中央黨部應立即調查 並將結論成請選隊會做適當的處理 電視力表格 當時 前 solemn 如果 失敗 投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